接下來第三小題 在投影片1裡面要插入一個 ppdvila.wmf的圖片 所以請在插入的所有標籤按一下 再點選圖片 再點選 ppdvila.wmf 接下來的第一個小項目要設定它的高度跟寬度 所以請點選格式的縮影標籤裡面 大小功能大小極無位置的一個對話方塊按一下 先取消鎖定長寬比 再將高度設定為5.31 寬度設定為8.73 接著位置你點選位置的標籤 水平相對於左上角2公分 垂直相對於左上角12公分 再按關閉 接著圖片的樣式為旋轉白色 所以請到圖片樣式的功能區裡面點選其他 再找圖片樣式為旋轉白色 完成以後 完成以後呢 接下來第四小題 要設定投影片2裡面的smartart 點選擇 點選smartart的一個物件以後呢 請到設計的縮影標籤裡面 將smartart的圖片樣式呢 點選smartart的樣式 其他 再選擇為輕微效果 並且呢 將它的色彩變更為 色彩範圍輻射四道五 彩色範圍 輻射四道五 然後 再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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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 很緊快 延重